欸 怎麼這麼高級啊 這是新發明的東西嗎 S今天手上是不是太重了 一翼就戴在手上 你說一翼戴在手上嗎 對啊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貴重 可是我覺得珠寶再怎麼樣貴重 都沒有我本人來的貴重 可是如果真的是 今天的所有的那個 每一個完美的珠寶 比起來的話 我個人如果想要收藏的話 確實就是這一顆 一億元的最簡單的鑽石戒指 要順便給老公喊話一下 讓你乾脆帶給家了 我剛剛就有說 欸 他說裡面最貴的 不是這個項鍊喔 也不是這個手鐲 因為他們都看起來非常的特別 他說就是你手上那個 就是最簡單的鑽石 他說就是高達一億元 然後我就說喔 好 立刻放我包包 跟我老公那個 再去那個收張 今天眼睛是不是有點不舒服 烘烘帶 對 我眼睛可能是 萬聖節的時候 以那個Snow White的姿態 熱舞了一番 被老天爺懲罰 就是破壞Snow White的那個形象 就是不知道怎麼搞 可能是換氣吧 然後突然就眼睛很癢 醫生說是過敏 然後導致有點發炎 可是萬聖節大家不都辦仇婚禮嗎 辦的很可憐 因為我幾乎每一年萬聖節 都是辦殭屍啦 不然就是 就真的是很可怕 因為我非常喜歡嚇我女兒 然後我辦那個萬聖節Party的時候 也很喜歡站在門口 然後引接所有我邀請的 朋友的小孩 然後我去年是辦殭屍 就有好 猴沛神的小孩也被我嚇哭 然後就是很多 小孩也進來 然後就這樣 然後他們就媽媽 然後就是 導致爸媽在門口 勸了很久 才可以把小孩 引進我們的那個Party現場 所以我想說 今年就不要給爸媽添麻煩 就辦一個漂亮一點的好了 然後我想說 那就公主系列 比較好買到他們的服裝 那我的髮型 就是跟Snow White一模一樣啊 就沒想到化完妝之後 真的長得跟她一模一樣 就是連我公公進來都看到說 白血公主喔 就連公婆都忍不住 一直跟我拍照 還是因為妳太時尚 沒有辦法嚇到人啊 因為太美啦 沒有 我去年辦殭屍的時候 真的嚇哭很多小孩 這次好像跟女兒一起登上 時尚雜誌對不對 對 這次就是 因為我女兒就是 莫名其貌的徐老三 首先很受歡迎 然後就開始接到一些 我覺得很值得做的工作 就是跟女兒一起 譬如說幫那個動畫配音 然後這次又邀請到那個 又受邀那個 國際雜誌的封面拍照 這個也是我覺得可以做的 又不會讓女兒有大頭症 換成他們自己真的很紅 就是以後 十幾二十年後 我們母女四人再拿出來看 會覺得 哇 還好當時有拍 不是好像說 不想讓女兒走演藝圈 你條路對不對 我之前一直就是放話說 不想讓他們走演藝圈 因為我怕他們就是出道之後 大家知道他們是小意思的女兒 然後卻又不紅 就是 就一方面我怕他們承受不了這個壓力 然後一方面我個人也會覺得很沒面子 可是後來想說算了 如果他們將來長大 要嘛長得是美到不行 就是非當藝人不可 或者是長得不怎麼樣 可是就是才華洋溢到不行 唱歌非常好聽 就他們如果堅持要當藝人 我就會說好 那現在讓我看 你們有沒有觀眾緣 因為不管長得美或醜 都有可能會有人喜歡 重點不是外型 而是觀眾緣 所以萬一我女兒 以後真的很有觀眾緣 本來是不會阻止他們 可是他們突然說 媽媽那我們要進入演藝圈 我就會說 好啦你們算是有觀眾緣 他們就會說 怎麼進入演藝圈 我就會說自己去Google 那你覺得誰最有機會進入演藝圈 然後是什麼樣的角色 我覺得以目前來講的話 許老三就是莫名其妙受到民眾喜歡 他就是有天生的喜感 然後長相又不會太有攻擊性 因為有些小孩 可能就是混血兒的長相 或是長得太過美貌 會遭人嫉妒 那許老三就是長相 平凡中卻帶著一種 憨厚跟可愛感 然後我大女兒 如果照我的想像 以他現在的長相 然後以他現在的身高 再不斷持續的往後長 就是越來越高 然後長相也都是這樣的話 就是大女兒單眼皮那個 我就真的很希望他可以去歐美當名模 可是如果那個許老三要走諧星 不會覺得他很會心 諧星是世界上最開心的事啊 因為諧星跌倒 或是諧星出任何球 大家都會覺得說 沒關係本來他是諧星 可是大美女出球 大家就會說 好糗好丟臉什麼的 所以以我當諧星的那個生涯來講 我覺得諧星是一個最輕鬆的選擇 然後大女兒如果單眼皮又高的話 就是適合當國際名模 二女兒的話 我就希望他好好做人 剛剛有提到說 女兒最孝順的要送那個鑽戒給他 最近有感覺到哪一個女兒比較孝順的嗎 老大最近讓我比較頭痛 就是屢勸不聽 就是每次晚上都要吼至少三十遍 快去給我洗澡 你怎麼排過去洗澡 然後有時候吼完之後 我就會回房間看影集 然後我門就會關起來 然後我婆婆這個時候就會突然出現說 啊怎麼還不洗澡 啊媽媽怎麼沒有這樣洗澡 就會導致我婆婆誤以為 我都沒有喊小孩 就是你知道被他們擺了一道 所以導致我 最近就是有點氣我大女兒 然後二女兒可能是因為長期 活在那個老大跟老三中間 所以很希望獲得我的愛 所以每次我回到家之後 我說哈囉 老大跟老三都這樣抱我一下 可是老二會這樣全身 這樣清著我全身 然後我就想說 他真的很需要我的愛 所以我就會想說 以後如果真的 在他的成長過程中 給他的愛不足的話 這顆戒指可能就是給他吧 可是也要看我老公買不買啦 老師 那個小意思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那個之前可以有上那個 她是來的節目 然後跟那個她的 小在那邊假裝 那是鋪成 我沒有要回答別人的家務是OK 那講一下最近在忙什麼好了 好像在錄專輯 對啊 最近真的是沒在忙什麼 就是一直說在籌備專輯 可是就是 跟老師在編曲上面一直 就是溝通 沒有達到的共識 可是漸漸開始有了 所以 接下來就會進盧雲室 然後 偶爾出席一下這個活動 給媒體拍拍照啊 然後 就是忙著健身 你們有發現我身材很好吧 很好 就是不斷的Zumba 什麼健身房之類的 可是要健身會不會稍微 就是挺一下酒 挺一下什麼 借酒 酒會不會稍微挺一下 剛剛在後台還喝了兩杯香檳 謝謝 謝謝 現在出專輯不是現在 就是現在大家出專輯 就要登上小巨蛋嘛 就是要選會演唱 讓SL這個打算 其實要登上小巨蛋 就是你誰都可以登啊 重點是有沒有人要去看啊 所以就算我跟大家講說 我要登上小巨蛋 票賣不出去那也沒用啊 所以這種話也沒什麼好喊的 就是如果到時候我真的專輯出了 然後民眾愛到不行 然後真的就是一直懇求 然後有上萬人聯署說 拜託在小巨蛋開唱 我才會真的勉強考慮 不然我現在在那邊亂喊話 最後票賣不出去那 我跟誰算跟你算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